今日有探靚的港女将香薰蒸油滴入水中 声称饮用有助消脂瘦身 原来这种方法在网上好手吹捧 我们的记者在网上旧物平台发现有不少声称 可以服用的香薰蒸油出售 包括玫瑰、柠檬等等 有卖家更加说蒸油可以服用 有助减肥、护肤和舒光解忧 说到这么神奇 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兴趣试试呢 如果看到有用可能会试 因为不想胖得像猪一样 不会太危险 香薰油不是食用的 我们的记者就上网买了一款售价150元人仔的玫瑰蒸油 但产品包装上就没有列出成份、浓度等等的资料 有香薰治疗师就警告 香薰浓度高而且呈酸性 内服随时出事 如果你是饮用蒸油的话 其实会灼伤我们的食道 或者落到我们的消费系统 其实消败不到会反胃、吐出来 那譬如薄荷这些蒸油 其实还有机会导致神经中毒 也有专家说 饮用香薰蒸油严重的话 更加会导致昏迷 再多些分量可以令到脂肪有影响 包括生迷、手筋、不胜脸、化妊钓等 所以便值得用这种方法 即是检测也好 或者当身体的工作、身体的健康也不好 刘飞龙亦都说 中心有一共接获4宗5伏香薰油的案件 这么危险 那大家都别乱事啦 ONTV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